这种兰花的老炉头怎么拯救 才能让它快速长新芽 前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过不少视频 但是很多花友拯救的成功概率不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第一个首先是看这个老炉头它健不健康 如果是不健康的话 那成功概率肯定是很低的 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老炉头有没有腐烂 有没有受伤 如果受伤的话 一定要处理一下伤口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把它清理的干净一点 因为这种腐烂的根系叶片 你种好之后呢它容易支撑细菌 所以呢这一点非常关键 还有呢像这一棵的话呢 它有这个叶片太多 那么它也会消耗大量的营养 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话呢 都建议大家把它剪掉 一部分只保留一部分有光好作用就行了 又不会浪费营养 因为这种老炉头呢 毕竟它是有很多原因引起的 一个是烂根 一个是病害引起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给它进行杀菌脱毒 杀菌的方法呢 有多菌磷 还有各种各样的 那一般我用的呢 都是这种杀菌水 就是这种千百计的小益颗粒 这种小益颗粒呢 其实它是一种颗粒缓式型的 我们兑水的时候呢 可能它的溶解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等它完全溶解完了 再给它使用 这样的话呢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么多菌磷的话呢 它的渗透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它的效果肯定是没那么好 当然了 如果说你的兰花 不是很严重的话 用多菌磷也可以 如果是严重一点的话呢 用这个小益颗粒的话呢 会相对好一点 但是你一定要等到这个颗粒溶解之后 再来使用 不然的话呢 效果也不会达到很好了 那个这个小益颗粒 其实是我们平时在养兰花的时候 预防这个兰花 烂根了腐苗等等的 一般正常来说 两个月用一次就可以了 那栽种的话呢 一般我选的都是核砂 因为核砂呢 保水性 透气性会比较理想 而且呢 它不容易支撑并均 所以我会选它 当然了有些话 有可能会选一些水苔 包裹住这个老炉头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水苔的话呢 时间长一点 它还是会自身虚菌 我们种的时候呢 尽量的把这个炉头 刚刚盖起来就可以了 也不要种得太深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处理的这些 是不是都已经长新芽了 所以说呢 这方法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关键是技巧 有没有把握的好 好